字幕提供 大家好,QMALL現在來到的元素 還記得元素 QMALL去年買了一把遙控的手電筒嗎? 真的很有趣 其實元素呢 我們先不論他們的價格高低 其實元素也一直有在進步 為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鏡頭 我們桌上看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原色 似乎看起來是樣品的雷子器 那大家一定很奇怪 就是說 元素基本上他們本身 就已經有做雷子器的部分 那為什麼 這個是新品 而是他們有做出新的模具 所以他們在整體的零線上面 跟整體的彩寸、刻印等等 他們有做的進步 那大家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整把槍來說 他們目前是已經有做出屬於自己一套的系統 不論是有燈具、有雷射 甚至他們雷射呢 有綠雷射 甚至可以開燈等等的 其實都是很多玩家 如果您對你自己的扮相 槍上的東西 你想要把它做得更擬真 更有自己的Style的時候 你真的可以去考慮我們的元素 元素其實真的有一直在進步 而大家可以看到最主要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個 假人頭帥哥 大家可以看到 他頭上戴的這個耳麥呢 大家可以看到他是兩個顏色 他們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他們未來上市的時候 他的殼是可以更換 照你的心情換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沒有線的 這組耳麥是沒有線的 他們是有做一個所謂的藍牙接收器 一邊是K頭 一邊是我們的發射器 那在這邊想要請問一下大哥 就是說未來除了K頭之外 他有可能會做其他不一樣的街頭嗎 對對對我們可以做的 基本上最熱門的那幾種 什麼莫托羅拉 Kamu拉 或者是亞蘇阿 那些米德蘭那些 肯定是會有的 了解 那最主要一點就是說 那想請問一下大哥 那他的預定的發售日 大概 因為這大家就想知道 那什麼時候 預定的發售的話 大概是明年吧 明年上半年 有可能 好啦 有可能 而且售價我剛問過了 我一定 我真的忘不出來好不好 對不起 然後 大家持續去追蹤元素的Facebook 我都會放在下面 那元素呢 他們的材質材料 做工等等 其實都一直有在進步 其實QMO這幾年一直跑展 覺得真的大家都在進步 不進步真的沒有辦法 在這個業界繼續生存下去 那所以 也請大家 如果你真的喜歡 那怎麼購買 你其實可以到各大通路 酷愛 祥准 解藍田等等 其實都有屬於他們的產品 好不好 請大家特別注意 當然如果你買不到 你也可以過去 他們的官方網頁 來去跟他們反應 這樣子 好啦謝謝今天我們 原住店我們帶來那麼多新的東西 謝謝 好大哥謝謝謝謝 謝謝